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全国动画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 然后又到你我香味三十分钟的一个节目 面对台股目前的震荡整理格局 不想如何布局强势机油股的 把每天这一点钟即时解盘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那台股真的蛮巧的 来到九千八之后 指数开始震荡整理 这几天你所看到的踏板在那边晃来晃去 那这个晃动的过程当中 我说行情当然没有结束 虽然已经来到我去年度的预测的高点 九千八附近了 但是台股的筹码面还是很稳 龙之鱼还在低胆 所以很多同学还是在怕 谁说九千年以上一定要放空 谁说九千年以上一定要保守要观望 你就错了 从开用盘 2月1号这一千三百多月的量人 大量换手之后台股是看为不悔啊 来到九千八他才停住啊 朋友们好 我们帮你动足机先掌握未来 未来行情怎么看 嗯 在去年年底 十二月底 我们对今年度的行情连判 我说未来到九千八 真的来了啊 那来了之后放空吗 保守吗 观望吗 我说内置行情引动的一个盘式 跟外置控盘的一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从内置主导台股的结构 外置控盘控什么 控大盘的指数啊 所以他们都用全值性的个股来进出 来控制台股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嘛 但是内置不一样啊 内置没有在管指数 内置控个股啊 什么样的中小型一个基欧股 是目前内置找莫的一个方向 我说过你要跟得很紧啊 从现在开始台股的一个架构 我不要去管它啊 区间整理而已啊 就如同之前的一个道琼也是一样啊 道琼我给你的看法已经讲过恩变了嘛 支撑是越垫越高了啊 开放盘之后的回档 我们告诉你 这边要买啊 你有在操作道琼的 现在道琼不是一路的扶洋值上 来到20639吗 两万零六百多点耶 所以台股目前现阶段 可能就是跟道琼这边的走势一样 就是涨了一波之后开始整理嘛 台股现在开始整理哦 指数不要去管它哦 对 该给你的指数的一个位置 我在去年年底就跟你讲过了啊 12月底 对 今年度行情研判会来到九千八嘛 所以目前的一个轮动轮涨 结构没有改变 我说过 电子金融传产 生计都可以操作啊 都可以买 看你用什么角度 看你用什么样的节奏啊 所以在上礼拜四 生计股 当市场上又开高走低啊 我追跟黑鸡棒嘛 开高走低啊 很多人又观望 又开始担心害怕 我告诉你买强势的一个生计股啊 当天生计股最强啊 生计股有新要长照一彩啊 可用指名相当多啊 所以上礼拜四 生计股类股的指数 低档放量 刚突破 我说上涨空间很大 上礼拜四对生计股的一个解读嘛 当天收在148 生计股类股指数 隔天再出量了 再出天量了 来到151啊 礼拜六 红三冰啊 来到153 你有沒有看到 这样的卖动 是在低档 又出现新天亮 生计股当然还有高点啊 所以 亲爱观众 很多长多的个股 我知道你也不敢买 不敢买是因为涨很多 但是至少我给你的解读是对的啊 因为金光在前两个礼拜 它回档修正来到170 我们告诉你它还没有结束 要不要放VCR 时间有限啊 你继续看一下 2月8号 不管是我盘中 还是盘后的节目带 我一定有给你带到 而且我讲不是讲一天啊 我从2月7号 2月8号 连续跟你讲 郁金光的回档 没有结束啊 强势性个股回档下 要找支撑性的买点嘛 你看我节目的 你有下去买的 这一波是你的 或是你当时候有郁金光的 继续留到今天 这一波又是你的 多赚了 所以 涨多的个股 至少我也看得懂 那或许同样你对这些郁金光 已经涨了四五倍的股票 你不敢买 正常啊 人的心态嘛 那生机类股呢 生机类股呢 第一档出现红三冰 它不是小红棒 它是中红棒 这叫明确的攻击讯号 所以这礼拜的一个生机股 有鸭尾要买 生机类股指数 这礼拜有鸭尾要买 知道吗 所以上礼拜四 很重要的分析啊 盘中就给会员带到 生机类股 低档放量 上涨空间很大嘛 所以上礼拜四的浩顶 要跟我买三百 从二五 沿路的座多上来的浩顶 三百再加码 强势表态嘛 这讯息的时间交易 都给你对过了嘛 礼拜四 三百浩顶再加码 礼拜五亮灯 送你来到三二九 礼拜六 台股独自开盘嘛 三五六 三个交易日而已啦 光是这一笔加码单 三百到三五六 将近五十块钱的一个加差 很精彩啊 是不是 今天的浩顶呢 最高来到多少 三五九 还有来到波段高 比上个礼拜六的三五六 更高了 是不是 所以对于浩顶的一个架构 我们是沿路的避开 它大跌段的风险 从七五五到二二六 五百多块钱 这个过程我一张都没有碰 直到看到红山兵 三更大量的 可以买了 我开始大会买 而且当下有利空 一月十一号 外资调降浩顶平等 告诉你要卖 告诉你 跌停板赶快卖 是不是 我说这些繁止标的分析师 调降平等 你要跟他对坐 他调降嘛 告诉你要卖嘛 你要懂得积极逢低成绩啊 一月十一号当天是跌停板二六五嘛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二六叫铁板支撑 很难跌破 我已经告诉过你 这三更红有意义啊 所以隔天一月十二号 要会低接嘛 低接的位置二五 隔天一月十三号 没有涨 但我看到收条指点讯号 二六七 一样再买 一月十七号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 二四八很难跌破了 铁板支撑叫二六 所以他支撑是不是越电越高 所以我告诉你 二四八这个低点很难跌破啊 冲高之后的回档 来到二八五 当天是跌啊 我说漂亮的回档啊 漂亮的回档啊 量缩强势整理的 个股支撑又越电越高 所以呢 二五没有买的 二六七没有买的 接下来只好买三百了 是不是 三百一样要买啊 因为一档股票还会再涨 我就会带你加码 我就会带你有所动作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四的三百 再加码号顶 礼拜五亮灯三二九 礼拜六三五六 当天啦 当天有点开高走低嘛 我为什么告诉你还没结束 我为什么告诉你还没结束 所以你看到今天号顶的一个架构 最高是三五九啊 是不是来到破断高 只是说短线上 不要每次都买在那个短线的高点 那是很厚实很屋实的啦 我三百买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位置 上礼拜四啊 三百买啊 隔天涨停嘛 那你要礼拜六再去买吗 礼拜六台股独自开盘 其实上涨了二十点左右 表现还不错嘛 不要每次股票涨了一大段 火蹦乱跳 那一百零一块钱啊 是不是 没有结束啦 今天是不是有高点 那今天高点要不要卖 不要去猜好不好 跟着盘中讯息一起来动作 对你来讲比较有保障嘛 上礼拜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中印跟浩鼎选哪一档 兄弟党的公司啊 当然是要选浩鼎啊 因为浩鼎的走势就是比中印强 知道吗 不要市场上说 中印是什么小英概念股票 所以你去买中印 中印有涨得比浩鼎漂亮吗 你自己去看 继续看嘛 上礼拜六的一个浩鼎 涨到三五六的红的 上礼拜六了 中印毁盘是黑的 买要买最强的 兄弟党的公司 选浩鼎不要中印啊 是目前的浩鼎红的嘛 今天终于呢 又黑了嘛 这是我给同名号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股方向 不要去买第二名的 第三名的 买最后一名的 什么低级旗 落后补赏的 那个来讲 对你来操作 不会有生命的帮助啊 市场上资金就一套啊 那一支 他的一个操作手法 他会买 最低的吗 买最弱势的吗 买那些很多同名号 套牢在身上的那个筹码压力很重的股票 有可能 资金要如何有效率 你的眼光 就是要领先市场上这些大户 中实户的资金先卡位 你自然可以赚到可观的财富啊 而不是 寄望说那些跌很深的股票 反弹 帮你解套 跌很深的股票顶多是反弹嘛 他又不是回升 既然是反弹 高点是有限嘛 所以一再破底的弱势股 赶快卖掉啊 不要再留了啊 如果你不想你股票 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这边可以帮你代劳嘛 我帮你看得快啦 不然你自己偷看 你有看出什么样的现象吗 对 如果可以看出来 你早就换了嘛 干嘛留那些弱势股 将你资金卡死 强势股你都不会跟 是不是 上礼拜六的资金 我应该告诉你 他跌下来 跌两块半嘛 我说还没卖啊 他再跌 我告诉你资金我还没卖啊 会员的核心持股嘛 今天资金表现就不错 红的耶 大盘跌27点嘛 这样股票 第一档沿路的操作上来的 他当然没有结束啊 所以有资金 我在上礼拜六告诉你 跌 没卖 不想卖 大波段的操作给我时间 我会给你稳定的报酬率 所以这个盘的一个架构 刚好来到9800停在那边 那就很正常啊 我既然会预估 纪念度的行情 会来到9800 那我会给你接下来 行情大分数不太会到 但是个股表现活蹦乱跳 你就好好的把你眼光注重在 一些内支会操作的个股 这样就对了啦 好不好 今天 这两立志 盘中亮灯耶 上礼拜就买好了啦 你怎么跟得很紧 希望桃庙好好把握住 今年度 内支所控制的一个台股的活蹦乱跳的 行情非常大 既把握 休息一下 再回到见面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城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货力 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城东东部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 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贾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现在加入 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 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 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金装版 简单易懂 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 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你担心 入轨存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我们到节目的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来看一下瓦斯的变化 指数目前跌24点 乘量868亿 预估量量会缩于1000亿 所以从2月2号 开放盘以来 台股的均量几乎多1000亿 当这两天开始整理的过程当中 乘量缩到1000亿以下 很正常 所以在目前台股来到9800位置 箱形区间整理一个架构 量能可能都低于1000亿以下 但至少不会像之前的五六百亿 我认为应该都会维持在八九百亿 这就是很漂亮的高档震荡整理格局 跟道琼那时候的一个整理架构很像 道琼之前是涨了一波 涨了一波很像整理 整理完之后才会再走高 台股目前一样 就跟道琼这边的走势一样 开始整理 开始整理 所以在上个礼拜 是我告诉过你台股开高走低 你又担心太怕 我说没有结束 内支的行情 怎么那么快结束 你好不容易看到台股的均量 有来到1000亿 而且是连续 二月份的均量 竟然比之前任何一个月份 从去年底 年初 到现在 十几个月 你终于看到 内支的归队 中食物的归队 所以呢 上礼拜四 市场上又开始悲观 开始观望 开始害怕 买进强势的一个主流个股 生计我有买 上礼拜四 我也买立志 348 30立志 9点35分 12年收成长12% 强势表态 28.1买 然后我把新发 这档银件股卖掉 指引去买立志 所以你看 9点35分 告诉人28.1买立志 经过两分钟 股价几块钱 28.05 你是一对是对价 28.1一定买得到 这我上礼拜四 2月16号 你所担心的一个盘式 我买进了一档 强势性的基础股 2月16号 他买了之后会怎么样 买了之后 今天会亮灯 赚掌停板 是要靠实力的 我讲的够不够明确 上礼拜四 你很担心 升级股我可以买 立志我让照买 买了今天会掌停 买了今天会掌停 而且我是把 银件股的新募发 卖出的资金 转买立志 你们看到 之前银件股 我说可以操作 但你可以看到 新募发 没什么动 是 是不是没什么动了 所以我上礼拜四 就把新募发卖掉 如果不卖 你看这些新募发 是不是黑鸡棒 是不是更低 没有错吧 一档换一档 换到立志 今天立志 创新高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给予会员的持股 大概三档左右 三档左右 每个人做两三个 有够贪了 如果每个人做 不会动的股票 一直抱一直抱 抱到后来变套牢 很多投票就是有这样的毛病 看不懂行情 啥要软走 你会建一档挨一档 你的资金就这么一套 一套资金怎么操作 集中火力 两三档就够了 如果不会动的股票 赶快换股 换到会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持股的集中化 上礼拜是你再度的进展 我把新募发 营建股卖出资金转买立志 因为新募发不会动 不会动就卖掉 卖掉资金就买立志 是不是 买完之后立志今天 不错 上礼拜是买了 今天亮灯 涨停 创新高 漂亮 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 那上礼拜这个位置要买 把新募发 这个位置卖掉 你看今天新募发不是掉下来 这样不是很完美 所以你要跟得很紧 那一支的行情 领先中十五 领先大五卡位 你有得赚 今天 上礼拜五 我说七万多张的天亮 突破反压 可不不买 当天很难买 对不对 当天一开盘就拉上去了 对 最低的你买得到吗 开完价你买得到吗 买不到 只有涨停打开的时候 你才买得到 我会不会说到做到 上礼拜的经典 九点四十八分 出现七万多张的新天亮 涨停打开 那直接市价追进了 我就买在二六点三 涨停满是二六点四五 就追 知道一档股票会涨 第一天发动了 我一定追 我把我带会员真实情况 呈现在你面前 不怕你印证 至少我们做到诚信解盘实在分析 你所看到的讯息 会员的讯息 你所看到的绩效 会员的绩效 所以上礼拜五的经典 二六点三 直接施加最近 对不对 天亮突破反压 反压好不容易被突破了 而且是七万多张的天亮 当然还有高点 是不是 所以如果礼拜五 二六点三你不买 礼拜六哪有低点让你买 礼拜六涨得快七% 礼拜六一开门就跳上去 你买不到 是不是 礼拜六的一个今天 来到二八点二了嘛 再现十万张的天亮 当然还有高点 今天有没有高点 今天有高点 二九点四 有高点之后 今天为什么会回档下来 今天为什么会回档 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二月二十号 匹吉泰来 四元LED后市看窍 你今天看到LED的好消息 看我节目够久了 你今天应该不会去追啦 这是简单的超版新法嘛 看到利多消息 你今天去买金店 你又错了 你又错了 但上个礼拜 这个位置你跟我买的 至少你还是赚钱吧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时间点 来跟我好好的卡位 对你来讲风险低啊 安全可靠 内自主导行情 你交给我啊 法人部超版市主管出身的 我会尽力的帮你创造 更大利润 我会领先 所谓的宗师傅 你先当我卡位啦 LED的一个逸光 它是获利网嘛 今天跟逸光是 类似拇指交叉公司啦 这种股票有带量刚突破的 目前在整理 我认为还会再涨啊 你找到意思吗 整理一下逸光还有高点 这我提供给你看吧 上礼拜六的一个宗光店 我说礼拜五 大家都买不到 那礼拜六你就大胆跟我买 因为整个宗光店 本益比只有十倍哦 去年度的EPS四十块钱 本益比股价四十块钱嘛 本益比十倍而已啊 在多头行情架构 电子股的本益比 通常是十五倍啊 如果宗光店 是从十倍的本益比 涨到十五倍 你认为它股价 还有几成的空间 这应该很好算吧 所以上个礼拜五 导播你可以稍微近一点 一开盘就锁涨停啊 就一条线啊 买不到啊 这边怎么买 买不到啊 但礼拜六 你看到一万七千多张新天亮嘛 那就大胆跟我买啊 对我跟你说 我礼拜五之前我就买了嘛 不可能嘛 能买的位置就是礼拜六嘛 礼拜六十点二十一分 中光点 本益比只有十倍 出现新天亮供给 四三以下就买啊 当中加为四二点九啊 买得到吗 这边都四三以下让你买 买了尾盘亮灯啊 出现新天亮当然还有高点啊 我当然跟会员做交代啊 所以你看到整个中光点 上礼拜六 进去之后小赚 今天叫做继续赚嘛 今天股价四六点四五啦 是不是有更高点啊 所以买在这个位置 对的吧 对 礼拜五买不到啊 一开盘就亮灯了 怎么买 这位置怎么买 大家都买不到嘛 所以呢 在一个适当的时期点 对 新旧会员 赶快 都是买在上礼拜六这个位置 买了当天亮灯 今天继续有走高 那就很OK了嘛 所以行情的一个脉络 目前来讲 跟同朋友提一下 升级类股指数今天创新高之后 接下来他会不会再走高 这礼拜升级股如果有低点 记得要进场哦 记得要进场 我先跟你提醒 回档修正你不买 什么时候买 如果上个礼拜四这个位置 你没有买的 是不是 比如说上礼拜四 浩顶 三百没有买的 今天已经三五九了嘛 这样五十几块 利丰也是一样啊 账股票 其实我们的操作 非常的一个犀利啊 一百零四年度十二月份 三五七 我卖掉利丰之后 我就没有接回利丰 会员 观众帮我做签证 我们从三五七啊 这边啊 卖掉之后 就要空头走势啊 不买不买不买 都不买 直到它落底了 落底是一二一啊 差两百多块钱啊 这边开始做操作 浩顶也是一样啊 跌掉五百多块钱 我一张都没碰啊 做股票要有这样的忍耐 大空头大跌走势 完全避开 那接下来呢 就是利润啊 对 因为你几乎是零风险嘛 所以整个利丰 上礼拜四 头肩底的架构 形态刚突破 一百六 以下一定买得到 礼拜五 利丰没有动啊 一五九嘛 一百六 我说赶快付局啊 礼拜六呢 利丰就涨到一六六点五啊 創波段高嘛 今天利丰打下来 打下来 早买一点啊 这种升级股都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台股指数的空间不大 区间整理 内支所引动的强势个股的破断利润 一档一档 跟着庆龙老师一起来赚 欢迎来加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都的服务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都同富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成都同富值得托付 02752-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凑加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这是街址的 某人